年吉 過完農曆新年 可能大家都有一盤五月的年吉在家裡 千萬不要直接摔進去 其實他們還很有用 位於上水的樂活有機農莊 是銀杏館旗下的社會企業 每年都會舉辦年吉回收活動 看看 這片有機吉縣 就是由回收回來的年吉種植而成 長哥 你的年吉可以怎樣處理它 我們一般拿到年吉回來 把它變成有機吉 一定要跟我們的有機吉分開來種 本身那些吉應該有些化肥 所以我們一定要洗乾淨 再落地 首先要剪掉那些吉 剪掉那些吉 剪掉那些吉 剪掉那些泥 拿來泥 再拿水沖 沖完那些筋就要浸水 浸水大日就種回到地裡 整天說四季吉 因為金吉一年有四造 回收回來的年吉第一年四造的修成 仍然不適合食用 要等到第二年才會變成有機 有機金吉不含濃藥 可以用來醃鹹金吉 豬金吉醬等等很有用 麥姑娘 我們剛摘完那些金吉 我們還未開始醃了 我們剛才用的水還未洗 現在就瀝礦水 等到那些金吉不會有水 你預備 是 今次等你去醃了 好 你醃呢 你先夾一些吉 第一層先 先夾大大顆 好 好 好 然後你加鹽 一層一層的鹽 我們要等到很有耐性 因為我們金吉其實是越塵越好 即是越放得久越好 例如我這一層已經放了五年多 有些甚至是放了十年 也有 我想問它要放多久才會變成水分 其實都快 可能你預算一年左右 其實它慢慢都可以溶化 還有 其實都可以做其他產品 你像這個 這個 聞到嗎 是啊 很香 我用了陳皮 冰糖 用來熬了很久去整成 變成它喝了下去 我們沖水 對身體很有益 清熱 潤肺 特別這個天氣 止咳 農莊入面所種的有機菜 是供應給人杏館旗下的餐廳所用 除此之外 亦都會開放給大家入來參觀 可以自己摘新鮮的本地有機菜 帶回家 走了 吃一人 發余 Red 財 財 狂 veio 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